老公只是和女同事聊一聊算背叛吗 这是我的粉丝温馨她的留言 她说我发现我老公经常会和她的一个未婚的女同事聊天 经常帮她忙前忙后 聊天也没背着我和女儿 虽然没有暧昧的言语 但经常一聊就很长时间 和我和女儿都没说过这么多 一问就说是同事之间正常聊天 说我小心眼 婆婆生病了也会和那个同事倾诉 我心里老觉得不对劲 麻烦你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你老公没认识到和异性聊天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或者什么样严重的后果 因为在她的概念里 我就是单纯聊一个天 就是单纯交了一个朋友 甚至我自己都没有过背着老婆和女儿我多坦荡 而且她确实刚开始可能也没想过要怎么样 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过度的和异性聊天 就是会不知不觉的和人家产生一些心理和情感依赖 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的 她自己是感受不到这个变化的 她现在应该和人家并没有什么事情 但是她把你家的事情都跟别人说了 这确实已经有了一些不好的迹象 你觉得不对劲 是因为你担心她自己最后控制不住那个情感 会做出背叛家庭的事情 当然了 你还有一个不舒服 是因为她应该跟你聊了天 她跟别人聊了 所以现在你发现得早 那我们就及时地早地去预防 但是要找一个方法 因为你现在说 你们暧昧了 你背叛了 这个帽子太大了 你老公绝对不会去认的 所以你需要做的事情是 把她对别人的轻松欲 或者聊天花的时间 转移到你的身上来 或者你的家庭当中来 把她跟别人轻松的时间 花在你们的家庭生活当中 而且你可以在平时时不时地敲打她一下 寒沙摄影地告诉给她 婚后和异性聊天 会给家里带来什么 灾难性的后果 也可以让她换位地思考一下 让她想一想 你要是和一个男同事聊天 她会有什么感受 记住啊 只问她感受 不要跟她说可能的后果 因为她不认为自己 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